知眾議員怎麼看 現在年輕人的反應的這種 看起來議員更強烈 還包括有這種綠色鳳函 對不對 他說不想後悔的人 請記得去投票 再看到學生會長 臺大師大 後面是不是還有大學會跟進 對啊 我先回應一下 原志議員 剛剛他說這個韓市長 叫韓粉不要投 但是他是請韓粉來監票 所以這個等於是去製造 那些想要投票的壓力 所以這當然是反民主 他不是只有對這個韓粉 沒有說四點以後 他說叫大家來監票 他們現在有一個監票部隊 有一個APP叫一支穿雲艦 然後這個是他們韓粉組成的 所以現在已經有訓練了 兩人一組 還有交戰手冊 還請大家要半小時回報一次 針對那些 可能不是那麼堅定的投票的人 所以我先回應就是說 這個當然是反民主 然後我們再回來講這個 王明志的虛擬演唱會 這個正好昨天早上質詢觀光局 所以我有問觀光局長 我說這個要花多少錢 他說兩百萬 當然這我還要看到書面的資料 那這個很多的年輕人 喜歡黃明志 但是到底觀光局辦這個是在救觀光 是在行銷高雄 還是在救韓國瑜 所以是搶救國瑜大兵 所以我是覺得說花兩百萬 有可能這個效果並不好啦不髒啦 韓市長要搶年輕票他應該做什麼 他應該是要吸引年輕人返鄉 來就業創業 他那時候選市長的時候怎麼講 拉回北漂青年 給我當市長 我來大幹一場給你看 結果他就大幹一場了 前幾天質詢我們調資料嘛 從二零一八到這個今年四月底 就是他當市長這一段嘛 二十到二十四歲年輕人 人口下降五千七百二十七人 所以年輕人是還流失掉 流失更多 非但沒有返鄉 那為什麼年輕人畢業不留在高雄 創業就業 因為你的青年政策沒有做好嘛 更糟糕的是說青年的失業率喔 不降反升二點一趴啦 不但沒有降還反升二點一趴 所以韓國瑜市長在青年政策這一塊 讓人失望嘛 青年局他說的百億基金 現在還在市長在市長在市長 然後他現在說 不是沒有一百億 那只是一個資金池的概念 那所以廠商可能想要來贊助這些創業 你說一百億 結果現在告訴市民說 我這個百億是放在別人的 天使基金的金庫裡面 不是放在我市政府的金庫 這個大家聽得下去嗎 所以青年局變成只是在做一些貸款 而不是在改善這個就業的環境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他 讓年輕人失望最大的原因嘛 那當然黃明志這個很紅 之前拍這個觀光主題曲 韓市長也嘎一腳了 他在最後有出現嘛 那他今天只是想如法炮製 但是我覺得是會弄巧成拙 適得其反 整個風向已經變了 風向已經改變了 已經不一樣 他讓年輕人失望 他如果真的要搶年輕票 也不用找黃明志這個歌手 只要把青年的就業環境改善 創業環境加強 自然能夠拉到年輕票 的確